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好了 美国副国务卿西尔曼这两天 到访天津 今天应该现在的时候 我录节目的时候应该跟王毅已经举行会谈 这一次西尔曼到天津一波三折 在确定他的形成之后 针对这一次的会谈 国务委员外长王毅 早两天态度强硬的表示 美国自以为高人一等 但中国更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秩序高人一等 如果美国到今天 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相处 那么我们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 好好的跟美国补上这一颗 这大概是王毅在阿拉斯加之后 杨洁篪王毅等人再一次宣称不吃这一套的立场表达 不吃这一套 至少到表面上 我们看得出这是中方为中美这一次的天津会晤 定了一个基调 那么当然谢峰在今天的上午 也是周一的上午跟谢尔曼对谈的时候 对美国对华政策做了措辞强硬的激烈的批评 这个通导已经发布了很多地方都是专载 这里面我觉得有几点 我把它归纳一下 因为它在动态变化发展过程中 第一 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 面临重重的困难 而且是严重的困难 按照这个谢峰的说法 是根本的原因 是美国的一些人把中国当成假想敌 这是谢峰讲话第一要点 第二 美国现在是整个政府 整个社会动员 全方位的遏制中国 好像只要把中国遏制住了 美国的内外的问题 难题 才会迎刃而解 而美国就会重新变得更加伟大 美国的霸权就可以延续 美国动则中方说是 好像不扯上中国 就不会说话伴手 这个话很犀利 所以你这是极其厚的思维 极端危险的对华政策 的定性定调 第三 对美国拜登政府提出 对华关系的竞争合作 对抗三封法 他认为定性了 这是遏止打压中国的障眼法 对抗遏止是本质 合作是潜意之地 竞争是话语陷阱 没一样好 美国把自己跟西方国家的 加法帮规 包装成国际规则 打压别国 落落强实 以大欺小 丛林法则 第四 当然这个话又收回来 中国愿意跟美国平等对待 求同存异 要美国改写立正 跟中国相向而行 互相尊重 公平竞争 和平构处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阿拉斯加三月份的火药味 到了天津这个码头 好像没有丝毫的改变 也没有明显的减落 所以呢 美国高级官员说不管 我们西尔曼兰还会抬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 因为呢 美国认为 中国在这些议题上 违反了国际承诺和原则 一般认为呢 天津的会谈是美中 中美阿拉斯加高级别的会谈的延续 当然现在这个级别稍微低一点 在阿拉斯加的高级别的会谈中 双方官员剑把弩张 但是呢 看这个这两天的天津的会谈 王毅说的话 谢峰说的话 好像王毅就有意思 要给谢尔曼一个下马威 当然谢峰说 那些措辞强硬的话 也是奉命行事 火药威也不会比赵立坚逊色 之前人们普遍认为 谢尔曼此行将为中美元首的会晤铺路 但是谢尔曼启程之前已经一波三折 所以这一次的天津会谈 会不会取得成果 其实还要备受关注 我想这几点再归纳一下 第一 谢尔曼这一次的天津之行 表示愿意跟中国保持沟通的姿态 但是呢 中美两国的关系 美国对华政策的定位 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变化 所以阿拉斯加之后 我们看到除了克里 就气候问题到了上海兜兜了一下 中美两国之间没有 几乎没有面对面的高层次的外交接触 阿拉斯加的高级别会谈 给外界带来成果有限的印象 其实也没什么有限 骂声一片 哪有什么有限 但呢 我们大家都对中美两国的元首峰会 还有一种期待 两个元首之间的会谈 是需要做大量具体前期的筹备和接触 对话和积累 至少要形成一个氛围 就相较于阿拉斯加会晤的阵容 美国这次派的层次比较低 布林肯没到 副手到了 我想他更多是着眼于具体的失误 而不是大原则方向的突破 所以呢 我给他定位这个成果有 有限 第二 我也注意到 很多朋友注意到 希尔曼的东亚之行的同时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开始对东南亚的访问 美国 不管是特朗普当然要更狠一点 拜登也一样 始终展示出又以实力对位跟对手对话的居高临下的姿态 但是我们从王毅泄风接二连三的强硬的姿态表示 摆明中方不吃你这一套 或者从此以后不吃你这一套 中美双方的外交的互动 北京从今往后更加强调 更加重视的是平视 平等 而不是以往习惯性的迁就 规避 妥协 所以呢 谢峰 对美国的竞争合作对抗三方的看法 显然是北京最高层级的 决策性的结论 北京的意思很清楚 你那套不行了 我们今后的互动交往 游戏规则要重新的理定 不是只有你说了算 我想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不知道谢尔曼 这次跟王毅见面会不会哭啊 听说他哭 哭着不错 第三 谢尔曼这次的到天津来 如果只是来听王毅驯话 那跟没来的意义相等 来不来无所谓 骂声的天天都有 如果只是重新的气候变化 等有限领域的合作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成果 如果能勉强 就拜登跟习近平会谈达成共识 还没有大量的混为 大量前期沟通准备的铺垫 我想还是把它归纳为物须的换存 最后一句话 谢尔曼能来 就是成果 双方在这里呢 唇尖舌战 拍桌子 骂娘 最终谈不拢 也是成果 如果什么都谈得来 就不是中美关系的现状 亚洲议题前为人物的一个知名经济学家 罗奇 他有个观点 叫做北京当局的打击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将对市场产生广泛的影响 他认为这些行动代表一场冷战的初级阶段 所以也有人把今天的中美关系的现状归纳为不是新冷战 而是准冷战 冷战的初级阶段跟准冷战意义是不是相等 我们可以讨论 但总的来看 也许我们对这一次的谢尔曼之行的天津会谈呢 尽管有妥协性的迁就 王毅最终出现了 但看王毅跟谢封这个讲话了咄咄逼人 意气风发 立场坚定 原则性非常强 我们可以的议计 这一次的中美两国的外交层面的接触 不可能有外交所期待的那么的圆满 这个呢我们是觉得 大家对这个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 不要有太多乐观的意气 中国这个态度已经显示 我不吃你那一套 美国你的那一套 老的那一套不行 新的那一套 我们得商量着办 这也许是今天习近平的外交 超过三百年的思想 的一个具体的事件 很有意思的这种 硬碰硬 这种硬碰硬碰出什么火花来 希望是思想的火花 而不是战场上的火花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 感谢观看